中国空军的这个通讯的加密性好不好 飞机上只能说是用着还不错 但是加密不光是空军 各个军种都需要 海军陆军都需要加密 有线通信和无线通信当中 也都需要加密 这个加密分为级别 就是你是简单的加密 还是非常复杂的加密 如果要是非常复杂的话 其实有的时候很不可靠在哪 我是碰见我的 就是说你平时通话 咱俩这么通话可以 然后加密和解密是一体的 你也要那头加密 我这头也要加密 我这边加密发送 你那边解密才能听出来 加上以后通信效果就会变差 所以可能有的时候 就直接就撤掉了 着急了就不用了 真不好用 那不好用的比例是多少 这是王保守说30%不好用 实际上来讲的话 信息传输也需要加密 我给你拿一份文件也需要加密 这个中共国的这个GPS系统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 导航系统吧 中共国的就是军队 也是用的GPS 这是最好用的 北斗不好用 很多人不愿意用 很多新切的设备 配的北斗 往往是偏差 打扰 离线 断线 然后会请厂家来 厂家来了以后 也弄不明白 很多事情都是不了了之的 因为反正也没有打仗 真实就是个训练 预言期的话 基本上还是先靠 数据联系一下 调整方向 调整什么 就是这样 我们就是这么干的 北斗问题很大 也就是说实际上 实际上中共国的空军 跟俄罗斯的空军一样 大部分是在用美国人的GPS 作为它的导航系统 中共国的飞机是大部分装了双系统 还是说大部分是一个系统 基本上都是双系统 个别的 比如说一些老旧的型号 没有装 装上是很简单的 新人新街的设备里配的北斗 我亲手看到的新设备里的北斗 是不好用的 而且他们想把像无人机什么 都给拆除了 因为他们害怕 无人机是可以车载的 比如说像美军那种 叫掠食者那种无人机 那是大的 小的无人机的话 是可以车载的 就是当时从设计到生产 到什么 都是有的 但是最后下放到部队的时候 很多无人机都是可以拆除了的 那个槽位 那个地方是封的 担心说大家能够把这飞机 飞到中南坑里面去 如果飞到中南坑 你飞到公主城 他也害怕 这怨气是很大的 中共的部队 除了可能特殊的一些 就专门的部队 他是摸过枪的 很多人是没有摸过枪的 新兵连的时候打个板 后来就再也没有枪了